今早的AT个股推介是中国平安2318 简选原因是 迎负基金和恒生中国企业ETF 星期一回升、成交急增 加上和大市相关度较高的中资股受追捧 反映资金买入中港股市 主因是憧憬内地经济实现增长 增长目标的机会提升和炒复苏 港股ETF和内险股 例如中国平安可以加以关注 平保受险改革进度领先同业 预料有助新业务价值NBV今年起重拾增长 华泰证券指平保受险改革 已经在去年年底覆盖所有营业部门 其中30%开始试点超过12个月 到今年3月比例将会升到65% 根据过往的经验试点开始后的12至18个月 代理人的新业务价值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根据彭博综合的预测 中国平安新业务价值2022年 按年跌幅由24%收窄到21% 2023和2024年分别会升9%和13% 盈利方面 中国平安2022年盈利未升2%后 2023和2024年将会分别增长34%和13% 而2024年盈利将会再创年度的新高 中国平安一直作为外资和大型基金投资中国的标的股份 昨天收报是58.05元 目前的市涨率只有1.1倍 远低过过去平均两倍的水平 股值收幅将会持续推升股价 策略上可以在57元的水平吸纳 先上网去年高位66.5元 跌穿53元就食而减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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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